本届世界杯,强队表现磕磕磕磕,不少不起眼的球队反而表现强眼,连续去胜后,替提前赢得出现,尤其是东道主俄罗斯队,两场比赛轰出了巴黎进球,是火力最猛的球队。 然而,这不能证明他们是大黑马,小组莫伦迎来最强的对手乌拉圭,这场比赛,俄罗斯队几乎是被打回原形,上半场比赛,俄罗斯早早就0比2落后,在主场尴尬的氛围中,俄罗斯队也暴露了自己的不冷静,第三十五分钟,斯莫尔尼科夫背后铲球犯规,吃到第二张黄牌,被红牌罚下,不仅输球,俄罗斯队还输了人。 最终东道主遭遇到首败取得小组第二,这场比赛,俄罗斯队传控都被乌拉圭队压制,他们似乎没有做好争小组第一的准备。 全场比赛,俄罗斯队仅仅完成三次胜门,完全没有前两战轰八球的风采,俄罗斯队,究竟是不是强队,目前需要打上问号,或许,可以理解为俄罗斯队在自我降温,故意示弱,拱手交出第一。 但从场面来看,俄罗斯队与乌拉圭队的经验差距还是很明显的,俄罗斯队难言能够继续成为世界杯的大黑马,俄罗斯队作为东道主能够提前出现,事实上分组也帮了他们,埃及与沙特整体实力都有限。 俄罗斯队利用不错的赛程,提前取得两连胜,也展示了火力,但这支球队究竟有多少能耐,还有待观察,或许,这一场失利,就是俄罗斯队被打回原型的一战,淘汰赛,他们并不容易。